新人的建立和长大成熟 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和挑战 刚才讲过了 我们地方的教会常常都不完全 一大堆问题 但是那个属天的 属灵的 基督的身体 那个新人 是神要得着的 那这个新人需要被建立 他需要长大成熟 这个是成为今天教会 最重要的使命和挑战 所以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从教会的几个 最重要的表号来讲 教会的建造 那么我们就从身体 基督的身体的建造来讲 身体上讲到教会的表号很多 那么最关键的三个 一个讲到是基督的身体 在生命里是一 一个是讲到是基督的心腹 是他所最爱的 一个讲到是圣城新耶路撒冷 或是旧约的会幕圣殿 来表明这是神的居所 是发表神荣耀的地方 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 在这里神得到敬拜 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三个表号 所以我们今天只从 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角度 我们来讲 这个新人的建立 长大成熟 是教会很重要的使命 那么以佛所书第四章 十一节到十六节 为我们提供了建立基督身体 非常清楚的蓝图 还有实行的路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些经文都已经很熟了 就亲看它 它实在是神的启示 告诉我们神要的是什么 然后教会该什么样子在地上 能够有这样子的建造和成长 所以我们一起在主人面前 我就提三个点 其实内容真的很多 光为了讲基督身体的建造 我们可以讲十几堂课的 记得我们几年前 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光这么一句话 就讲了十二堂课 所以我们今天是讲精华的精华 也希望弟兄姊妹 我们在主面前 能够很认真的听 我们一起来学 这是我们一起来oo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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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